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留言 也欢迎打赏 好 既然我们有一期节目谈到了习近平的核心关切问题 里面谈到了内政外交的他关切的一些现象 我讲了补一个历史的课 邓小平向一面静止 这是2018年8月20号 有一个署名叫西华军 他写的文章就是这个文章 作者介绍自己的成长经历 深切的感觉到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每一个国人或多或少都是受益者 权贵资本呢另当别论 而所有的这些他认为很大程度很大一部分 要拜小平同志所持 后来越来越读了很多关系 邓小平的文章书籍 发现这个邓小平这个人 为人平和生活随意 但到了涉及国家根本的时候 他是说硬话 比如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动摇不得 谁不改革开放 谁就要下台 文章的作者认为 邓小平就是这么样的面静止 他真做到了达折兼济天下 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影响之下 社会不管怎么说自由化的程度提升 当然是相对而言 社会的活力不断的迸发 这是事实 经济发展成就着足 老百姓生活不断改善 国家综合实力 显著增强 甚至还给了今天的网民 骂他的自由 当然现在的批评他文章 是不会被屏蔽的 其他人就不说了 达折兼济天下 用他难寻讲话的语言解读 就是三个有利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 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位作者认为 这应该是衡量当下 执政的医学工作 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 这位部长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义的 他特别谈到了一点 很少听说邓小平加班加点 作为领袖 他总难全局何必势必公亲 他把握国家根本方向 何必呢 咒业不眠 读了他的传记以后 甚至发现有很多闲暇的时间 就是打打瞧牌看看电视 但是那个时候的国家 在他的治理之下 蒸蒸日上走的是一条正确的路 这者特别谈到了 邓小平对自己有清醒的自我认知 从不认为自己是天重伟才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千年四处的人物 邓小平对个人崇拜从来就有一种警惕和反感 你看他叫干当老二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 反对突出个人 更反对神话伟大人物 反对个人崇拜 邓小平说过 夸大个人的作用 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为天下第一 也就只能听人奉承赞扬 不能受人批评监督 这不单会损害党的团结和革命事业 还会把共产党的高贵品质丧失掉 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 这位这次有感而发 很多人反对个人崇拜 是因为自己被迫崇拜别人 而自己能够让别人崇拜的时候 就越纳而不拒绝 就心难笑纳 到了老邓身居高位 领导国家发展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也是拒绝把自己塑造成崇拜的偶像 所以老邓说过 一个国家的命运 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之上 是很不健康的 是很危险的 那邓小平就像一面镜子 治大国落膨小仙 后面的改革开放如何艰难 但比起在左倾盛行思想方面的年代 启动改革开放的艰难可想而知 但是邓小平那辈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 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航向 探索出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里面有两个经验值得提取 第一 对内搞活 什么叫对内搞活呢 搞活是相对搞死而言的 一个国家的发展 有没有希望 重要就是看能不能激发社会的活力 表现的经济领域 就是干事创业的热情 能不能激发 并且一直持续 所以邓小平说 我们的经济改革 概括一点说 就是对内搞活 对外开放 除了对内搞活之外 邓小平对内还不折腾 那不折腾的表现 首先是不争论 就是理论上不争论 圣色性知全不管 搁在一边 在一百多年的党史 一百多年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上 邓小平是少数 不谈主义 或不高谈主义 不高谈思想 不高谈理论的国家领导人 很显然 尽管他古书未必少读 羊面包更没有少吃 但是他说 不搞争论 是我的一个发明 为什么不争论 就是为了争取时间干 一争论就复杂了 把时间都争掉了 什么也干不成 这叫空谈物国 实干兴邦 空谈往往导致 不是要求理论服务于现实 而是现实要服务于理论 削足思旅 化地为牢 这个话 与众心才对到当下 特别有针对性 不折腾还有第二个表现 就是不轻易改变体制 防止体制上的叠床家屋 正出多门 就是保证政策稳定的延续性 而不是政策上的一日三变 无所适从 就是根本上保持定力 既在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其意志的邪路 摇摇棒棒 不摇摇白白走 说一个国家 这个作者有意思 这句话我要重复重点的说一下 一个国家除了经济发展 是可以轰轰烈烈的之外 其他所有的轰轰烈烈的结果 都是可怕的 现在是全方位的轰轰烈烈 香港轰轰烈烈 台湾轰轰烈烈 内部经济调整 内卷外卷轰轰烈烈烈 外交那是更加轰轰烈烈 谈到外交 邓小平对外非常务实 不搞对抗 也不搞意识形态决定论 如果说他对内是搞活 是不折腾 那么对外就是开放 当然也就是现在 被弃之不用的 陶光养晦 开放呢 不仅吸收外来先进的 技术和管理 开放也让中国 拥有巨大的国际市场 引进来走出去 从此让中国卸下了 闭关锁国的枷锁 融络到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中 这位这者当然有点落伍啊 或者也不识 他说陶光养晦是什么呢 就是始终要谦虚谨慎 不骄傲不自满 不忘乎所以 即使发展好了 也不会自鸣得意 自我吹嘘 甚至飞扬拔布 挑战强迫 四处竖敌 自寻苦头 第一 邓小平 那当然是一面静止 但我想之前的几位领导人 或者改革开放涌 涌现出来很多领导人 也都是静止 包括习仲勋 也是一面静止 所以静止那么多 按理说今天的领导人 应该会更加的谨慎 有所作为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这是第一 第二 我感觉到邓小平还是有远见 邓小平跟周恩来一样 死的时候骨灰都不愿意留存 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 他或许一感到 后来的人对他的历史定位评价 可能真的会出现一些波折 或者反复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开放 功不可没 他的历史定位 当然也有些回避不了的问题 盖棺论定 任由后人评说 但他不管怎么说 他真是后来者的一面静止 只是呢 现在不一定愿意 不断的对照而已 第三 不折腾 不争论 不搞意识形态决定论 不辉煌拔腹 不挑战强国 四处竖敌 不自寻苦头 这些话 很有针对性 但今天的主政者 是不可能会生生入耳的 因为这些话 在今天的整个作为的角度来看 它是很难听的 因为我们已经要 时和事在我们这边 东升西降 我们要平视世界 我们站起来了 跟邓小平当年的提醒 好像 时代的背景和时空条件 也有些不一样 那到底 邓小平 还是不是一面静止呢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有些不一样的 我都会认为 要是不一样的 我都会认为 王政在这边 所以我会认为 我对阿尔与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